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陪同拜登总统出席北约峰会的途中表示 美国将和七国集团商讨进一步制裁俄罗斯 同时确保中共或其他国家不会帮助俄罗斯逃避出口管制或者金融交易 沙利文说美国政府已经向北京传达了这个消息 同时期待和欧盟还有欧洲的其他国家也要进行类似的沟通 尽管还没有实质的证据表明中共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 但据彭博社在21号引用官方数据表示 中共上个月向俄罗斯进口了将近4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整整一倍 可见在国际的经济制裁下中共仍然在暗住俄罗斯 另外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周三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强调 任何国家的任何公司一旦违反了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严厉出口管制 都将受到美国的惩罚 他说如果我们发现他们向俄罗斯出售芯片 那么我们基本上可以通过拒绝让他们使用美国的软件 来让他们的工厂直接倒闭 我们肯定会这样做 新唐人记者陶明美国华府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